港人、港地的其中一篇文章 第一題目就是 香港知識份子何在? 論當前世界政治騷動和香港青少年學生佔中 這是他們的讀者內稿 其中我覺得這篇文章反而比較多是講今日美國的對外政策 還有他作者看今日世界很多地方有不停的戰爭 例如他講到剛剛結束了沒多久的以色列和哈馬斯的戰爭 死了二千多個巴勒斯坦人 例如近來的伊斯蘭國有崛起 令到處都說要喊打喊殺 說他們很殘暴 要看這個問題 我們要看美國的國策 我們需要了解一些基本上美國的現象 第一件事就是美國裏面的所謂 政治遊說的那群人 那群人是很有錢的 因為他們如果說是 是關於軍費開支的那群人 他們那群人是用600個Billion 而現在他們只需要遊說500多個政客 即是平均每一個政客可以 每一年花一千萬在他們身上來遊說他 所以他們正受到政治遊說的影響很大 另外自從美國立國以來 他們的猶太人在美國的財富份量是非常重的 因為在美國出了建國時 他們使用很多黑人奴隸 猶太人在黑人奴隸的市場上賺了很多錢 所以猶太人在美國的財富比例很高 因此美國極度偏幫以色列 你可以看到以色列做什麼 美國發聲都不發聲 很多時候還會支持 另外就是以色列也是美國的 所謂軍事支援的 受惠國的最大受益者 即是美國送很多武器給以色列 當然同樣以色列也買了很多美國武器 這就是我們要看到 美國本身的尺寸階層 即是賺錢的那些人 他們的利益所在 那些人 第一 很多是猶太人 所以他們的著重點是保住以色列 因此在國會上 他們根本對以色列完全是單方面偏淡 第二 他們的賣軍費 是他們的經濟一個很大的一部分 所以到處遼交打 到處有人用軍火 對那些軍火商 是一個很歡迎的事 那麼 伊斯蘭國這個問題 很明顯就是在美國 用一個假借口說 撒旦武有大殺傷武器 這樣走進去伊拉克 打到伊拉克一塌糊塗 其實呢 為什麼他敢打伊拉克 因為他肯定知道伊拉克是沒有這種大殺傷力武器 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到處遼士鬥飛到處惹起煙火 但是呢 他從來不敢了解一個有核武器的國家 就算是北韓 他只有一個港字 他從來不敢派兵去北韓 雖然北韓已經證明到上次的核彈事業 是失敗的 但他還是不敢動 另外呢 比如伊朗 他也不敢動 伊朗不肯 嘩嘩嘩嘩 他只有一個吵字 但他不敢動伊朗 因為他懷疑伊朗有核彈 這樣可以反映出 美國現在的 遼士鬥飛的心態 是完全因為 因為他背後的軍火箱 所佔他們的經濟比例太大 以及他的國會 是完全被這班軍火箱所收購 那麼 美國現在的所謂民主 根本完全沒有民主可言 因為他們選出來的代表 為是甚麼呢 就是為國人利益 為是為這班有錢的軍火箱做事 對他平民方面 根本完全是 可以說是沒有事情做的 譬如他不停的 就要減社會援助 各種各樣的援助要減 就算奧巴馬剛剛上場的時候 他想大改美國醫療計劃 的Medicare 結果現在搞一搞一搞 變成比以前更差 以前都說如果你沒有錢 他有個叫Medicare 可以兜底 都可以監得到你 但現在呢 他要監獄的state 都要幫人買Medicare 變成所有的錢 醫療費 都穿過所謂medical insurance 那些人拿著這麼多錢 自然可以控制市場 所以他們的醫生收費 藥物收費 根本是很離譜的貴得 可以有個例子 就是一個 Documentary 叫做Sickle Sickle 這個已經是一個很舊的紀錄片 應該在15-16年 紀錄片上面 講到一段 講到一段 就是 有一個 美國工人 因為工商意外 這隻手的 四隻手指截斷了 去到醫院 因為截斷了 四隻手指都在 斷出來的四隻手指都在 在醫院裡 醫生就要跟病人說 你到底想接哪兩隻手指 因為他們的補費 只能夠支持到 接兩隻手指 不可以接四隻 那個Documentary 導演 訪問同一個例子 就是在佛西加拿大 加拿大有個國家醫療 所以 如果你工商的話 四隻手指 問都不用問 就全部接回 這是其中一件 第二件 同一個Documentary 提到中產階級的 夫婦 生孩子 在美國的事 就是 丈夫 要跟醫院 斷斷分期付款計劃 老婆一直生 斷斷分期付款計劃 生完之後 拍拍手 照顧寶寶 可以回家 這個看到 就是現在 美國的社會 已經完全不平衡 他們的政治 不是為人民服務 如果我們用民主角度看 根本 美國已經不是一個民主國家 它根本是一個專政國家 另外更重要 我們要看清楚 就是 美國的 所謂 在文章中說 美國人是自大 自大專橫 這個自大專橫 是表象 實際的 下面的原因 就是 他們的 宗教 雖然說 在美國 是宗教和政治的分家 但是 到目前為止 在美國政壇 如果你說自己是一個 無宗教信仰者 你是完全不可能得選 那個宗教勢力 在美國是非常非常之大 是不停地有人在吵 有一點像我們今天的澳洲 他們就是以所謂 ideology 主導思想 不是用證據作為主導思想 例子就是 可以現在在美國 仍然 就是有人可以 不信地球氣候改變 而信那些 又說 這個改變 不是人類構成 這些理論 現在就是 主要就是 那些能源公司 因為地下的能源 如果一下大家都用了作生能源 地下的能源 價值會貶低 於是 他們的 公司的書面上價格會大跌 因此 他們的股票市場 他們的股票會跌 於是那些 那些 shareholder 就不開心 那些股票持有人 於是 他們的CEO 他們的行政總管 於是得不到 所謂 bonus 其實一連串 都很關鍵 全部都是因為 利益掛稅 所以他們是沒有所謂的主義 不主義 最重要是自己的利益 而不是國家的利益 這件事已經 資本主義加上的民主政制 發展了二百多年 如果我們看看中國歷史的朝代 二百多年 那個朝代差不多結束了 換句話說 這個資本主義加民主主義 這件事 應該是政治生涯的尾聲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還說 民主 可能已經是 在主義的尾聲上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可用 當然 民主的另一個方法 不一定是專政 我最重要的強調 我不是支持專政 我絕對不支持專政 但我只是看到 民主作為一個 人類政治的結構 開始有很多漏洞百出 要是做大手術 譬如我們扔掉 不要民主政制 想到另一個方法 要是民主政制 要下很多補藥 譬如要解決 民主政制之中 選舉周期的問題 因為選舉周期會引致政客 沒有遠見 這是第一 第二 因為他們通常是一黨或兩黨之類 互相競爭去執選 當選執席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 這些政策是以對抗為對抗 不是一個合作形式的政策 所以 A說要這樣做 B說不要這樣做 澳洲面對的所謂Botband就是 我每一個視頻上 上傳 譬如現在我這個視頻 已經是十二分多鐘 可能說完是十五分鐘 我上傳時間需要整個小時 這是很不合理的網絡速度 但是我住在這裡 我看一下 我想買快點 上傳速度的計劃 那些計劃都不行 因為沒有 這是我現在面對 民主搞出來的政制 所以 但是相反來說 看中國 他們繼續賭出來 我剛剛在網上看了幾段 關於他們的藍水不調 這些巨型的工程 這個我不相信 它很像格勒石 另外 譬如 我這裡的蜜爾本 和雪梨 那裡 很應該建造高鐵 但這裡說了二十幾年 只有港幣 由我一開始來澳洲 已經有人提出 建造高鐵也好 但現在 連那個研究計劃都沒有 所以 民主政制 他做不到一些長期的計劃 第二 就是這些選舉 他們的政黨 很多時候就是為反對而反對 這是第二 第三 他們很多時候就是 被一些特殊利益收買 因為那些政客 現在已經是一個 職業式的政客 他們可能是二三十歲 開始從政 從政之後 他們就要想 他們將來是怎樣 很多政客 譬如在政府做十多年 做十多年 政客 四五十歲的時候 他們就出來 在私人公司服務 靠他們的關係 利益 很多時候 他們都因為這樣 不敢得失商業機構 所以很多時候 都要為商業機構做事 不要為人民做事 很多這些千瘡百孔的問題出現 有什麼好的政策代替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 如果要分析 美國的對外政策 外交事務 我都一定要了解 在美國裡面 他本身的 猶太人的勢力 以及軍火商的勢力 如果我們了解這兩點 很多美國政策 我們可以看得明白 因此我很相信 中美發生核戰的機會是沒有的 因為這群人不會這樣 他給其他人的子女死 是OK的 他自己一定不可以死 如果有核戰的話 他會聯絡在一起 所以他不肯犧牲自己 所以我不相信會有核戰 但關於中國被美國在第一島鏈封鎖 我遲些有時間做多些研究之後 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段先到這裡 拜拜